夏萍老人失智服务据点的成立 让老人家来到这里 透过活动治疗控制病情 东华医院医师林玉清 建议老人家们可以多参与户外活动 与朋友互相沟通交流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正常的作息跟运动 才能延缓失智的状况 我们失智症好除了说 一般去医院做完诊断 他可能会使用一些药物 预防或是减缓失智药物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让老人家要保持一定的活动 什么活动呢 就是你做起要能够有一定的正常的做起活动 例如说白天就要起来能做运动 所以最好的运动跟群人一起去运动散步 去小小登山 做好运动之后 我们把这个聚会的形式再继续延伸到静态的 打蚂匠 行话家长 泡泡茶 这都是非常不错的方式 据点内的一连串课程都是经过设计的 减缓老人家失智状况除了药物控制以外 也能透过艺术 团康活动等等 来帮助老人家减缓失智的状况 那在夏评据点这里 我们做了一个开设 就是针对失智老人的一个课程 那所有课程都是经过设计的 那包含就是艺术活动 认知促进 感官 还有团康运动 他们失智其实不一定要用药 可是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课程的 刺激课程的过程当中 进行达到一个延缓的一个功效 长庄2.0计划是目前政府在推动的项目 现议员蔡宜柱感谢东华医院设置关怀据点 帮助老人家减缓失智的状况 也呼吁民众一起推动长庄计划 让老人家获得更多的关怀与帮助 非常感谢东华医院 也都会透过许多的这些医护人员 还有志工到社区 让这些老人觉得有被关心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区来参与 能够照顾更多的老人 让这些老人能够更健康 能够更慢活 议长和胜丰呼吁县府 在老人家的十一住行上 应给予更多的规划与补助 让长辈们获得更多的照顾 记者卢日凯竹山镇采访报道